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隋文帝一生用过两个年号 一个是开黄 一个是人寿 开黄的意思是开启一代皇家企业 反映出一种创业者激情四世的心态 而人寿则是希望能够享过长久 反映出一种守成者的安闲 先创业再守成 这本来应该是一种很理想的境界 但实际上非常遗憾 隋文帝人寿年间 生活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安逸 反而日益充满了活药本和紧张感 这是为什么呢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隋风云上部第27集 风波再起 人的一生可能有什么大的不幸呢 咱们中国人一般这样讲 人生三大不幸 少年丧父 中年丧妻 老年丧子 隋文帝从开黄进入人寿的这个时间点 正是他60岁上下的时候 那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 就在中年进入老年这个阶段 那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他就先后丧失了自己的儿子和妻子 这个对他的心态有很大的影响 那随着他心态的变化 隋朝政坛也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局 让整个政治形势显得都比较蜂云鬼绝一些 那关于隋文帝的丧子之痛 我们上集其实已经讲过了 他自己不是已经连续干掉了自己的三个儿子了吗 那这丧妻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在仁寿二年阳春三月 独孤皇后和隋文帝又一块到仁寿宫去度假去了 这其实从开黄末年就开始的一种惯例 但是这一次呢 独孤皇后一去就再也没有能够回到大行城 就在仁寿二年的八月二十四日 独孤皇后一病不起 享年五十九岁 独孤皇后是属于正常死亡 五十九岁呢 按当时来讲也不算是短寿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把这件事郑重其事的说出来呢 因为独孤皇后之死影响太大了 对隋文帝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 哪两方面 第一方面 他让隋文帝自由 这个可以想象 独孤皇后那么强势 一直坚守依夫依妻制原则 而且精力太充沛了 每天早晨陪隋文帝上班 晚上接隋文帝下班 人家隋文帝当一回皇帝 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 那现在独孤皇后一去世 这紧箍咒自动解除了 隋文帝终于可以享受自由生活 那马上有两个美女就出现在他的生活之中 哪两个美女呢 第一个美女是宣华夫人陈氏 第二个荣华夫人蔡氏 宣华夫人陈氏是何许人 那就是陈朝的亡国之君 陈淑宝的妹妹 陈淑宝的妹妹 我们一下子可以想象了 同样熏染着江南文化长大的 肯定是一个风流儒雅之人 而且因为是亡国贵族嘛 所以肯定有一分小心和忍耐在里头 那这样的性格呀 非常的好 好到什么程度 好到让独孤皇后都产生我见游连的感觉了 所以在独孤皇后晚年 就特许宣华夫人陈氏去侍奉隋文帝 那现在独孤皇后一死 宣华夫人陈氏更是理所当然的就荣升为第一夫人 这是一个得宠的 那第二个荣华夫人蔡氏又是什么人呢 这蔡氏也是江南人 而且也是陈朝亡国之后又进入隋朝的后宫了 这个人根据史书的记载是仪荣万利 长得温婉秀丽 性格肯定也是很好的 隋文帝也垂涎已久了 只不过呢 以往碍于独孤夫人独孤皇后的权威没敢怎么样 那现在独孤皇后一去世 马上蔡氏也就开始得宠起来了 那我们这样说可能有人就会讲了 照你这样说来独孤皇后之死 对隋文帝是一件大大的好事了 那又不尽人 我们刚才讲这只是一方面的影响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影响 那方面是什么 独孤皇后一去世 隋文帝一下子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知己 找不到人生的精神支撑 大家想想 在当时的世界上 谁最像隋文帝 没有比独孤皇后更像隋文帝的了 两个人在方方面面都高度一致 我们讲过隋文帝本质上他是一个节俭自律之人 在这个问题上 独孤皇后和他是完全一样 我们一般管他叫什么呀 我们一般叫夫畅妇随 但实际上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同心同德呀 特别是在隋文帝晚年 因为权力斗争的这个紧迫感 他已经疏远了大臣 跟儿子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 独孤皇后其实就是他唯一能够信赖的知己 也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撑 那现在呢 这个知己没有了 支撑没有了 隋文帝的内心世界也在坍塌之中 而且我们还要意识到一件事 独孤皇后和隋文帝的年纪相差无几 那现在独孤皇后去世了 隋文帝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来日无多的恐慌感 两个人结婚四十多年了 当皇帝二十多年了 隋文帝已经习惯身旁有这么一个意志坚定 又富有政治智慧的女性来陪伴她了 现在这个陪伴 这个支撑突然没有了 隋文帝什么感觉呀 茫然若失 茫然若失怎么表现出来 两方面的表现 表现在生活上 那就是开始纵欲了 原来清心寡欲了这么多年 现在整天跟宣华夫人和荣华夫人两个宠妃泡在一起了 醉生梦死 排遣心中的那种压力 这是在生活上 那表现在政治上呢 就是更加的多疑和善变 以前她想出任何一个事情来 都可以在独孤皇后那得到反馈 让她知道这事对还是错 好还是不好 现在这个回音币没有了 一下子她也不知道哪件事是对哪件事是错了 所以就会经常的有变化 事实上啊 就是在独孤皇后去世之后 马上有两个人的处境就变得非常尴尬了 哪两个人呢 一个是在相杨素 另外一个是太子杨广 那我们先说杨素 独孤皇后去世 最伤心的当然是隋文帝 但是要说最辛苦的 那一定得排到在相杨素 为什么呢 因为独孤皇后的葬礼 是她一手经办的 为了把这个葬礼办的风光隆重 杨素也算是但经节律 所以呢 在葬礼之后啊 隋文帝还特地下诏保奖她 是这样说的 杨素经营藏势 勤求极力 论素此心 势极成效 其与福平荣定扣 彼其工业 可别封一子 亦康公亦万户 并赐田三十请 捐万段 米万代 金珠灵紧 尘事 什么意思 隋文帝啊 讲啊 杨素呢 办这个事情 办的是费心费力 到处给独孤皇后 选风水宝地来安葬他 要论他这份诚心 那是无与伦比的 功劳也不是平荣定扣 所能够比得了的 就是比平荣定扣功劳还大 因此呢 我决定 这个封他的一个儿子 做义康公 就是义康郡公啊 公侯博子男 公是臣子能得到的最高决位 封给他的儿子 另外呢 给他一万户的十亿 从此一万户人家的这个赋税 就不用交到国库了 直接交给杨素他们家了 那大家看办一个葬礼 隋文帝居然认为比平荣定扣的功劳还大 而且赏赐了这么多的东西 说明什么问题啊 一方面说明隋文帝是爱乌及乌 把对太太的感情寄托在杨素身上了 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杨素办的确实是好 确实受到了隋文帝的极大认可 那不过呢 这件事啊 也是杨素在隋文帝一朝得宠的巅峰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此后不久 杨素在隋文帝心目中的形象就下降 为什么下降 因为有一个叫做梁皮的人弹劾他 梁皮是何许人呢 梁皮是大理清 管司法的官员 就在仁寿二年呢 梁皮就上书隋文帝 说 陈文臣 无有作为福 臣之作为福 其害乎尔家 凶乎尔国 窃见左朴叶 越国攻速 性欲欲重 权势日隆 近身之徒 读其视听 武艺者 严霜下陵 阿执者 高于东复 荣枯 尤其纯稳 费兴 后起智慧 福愿 窥见故今 量为外之 必 宏姬永固 率徒兴慎 清犯天言 福听福之 什么意思 梁皮讲啊 我听说 臣子是不允许作为作福的 如果一个国家允许臣子作为作福的话 那么必定天下大乱 现在我们国家有没有哪个大臣作为作福呢 有啊 就是岳国公上书左朴也 杨素 他倚仗陛下的宠幸 权力已经大的没边了 所有的官员都要看他的脸色办事 如果他喜欢的人 他对人家像春天般温暖 他不喜欢的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 所以我们整个官僚系统现在都是受他的指挥呢 那我觉得这样下去 有一天他会走上奸臣权臣的道路 希望陛下能够预先留心到这一点 见故至今不要再给他这么大的权利 我知道我这话不中听 说出来你也许不喜欢 但是为了国家利益 我万死不辞 这是梁皮的这一番高论 那我们也可以想象这话确实不中听 因为这杨素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首席宰相 在隋文帝心目中的地位是无以复加的 所以隋文帝一看这份上书非常生气 当即就命人把这梁皮给抓起来了 而且要亲自审问他 这个梁皮 见到隋文帝之后是毫不畏惧 当着隋文帝的面就讲 审我吗 我不怕你审我这些意见就是要当面跟你说出来 我确确实实认为杨素是一个作威作福之人 我有充分的证据 证据是什么 陛下请您想一想 当年您废掉太子杨勇和蜀王杨秀的时候 我们这些大臣 谁不是觉得陛下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是一件非常让人震惊 让人恐慌 让人难过的事 可是唯独他越国公杨素 表现的是一副扬眉吐气 很得意的样子 为什么 他是盼着国家有事好 抬升他自己的地位 陛下这难道是一个忠臣应有的行为 凉皮这一点说的太厉害了 说完这段话之后 隋文帝立刻就傻在那里 确实 此前隋文帝从来没想过这一点 他只是觉得杨素在替他办事 替他把那两个不孝子给除掉了 所以还觉得杨素为人很好 办事很得力 可是现在回想回想 是不是那个样子 确实是 无论是太子杨勇事件 还是蜀王杨秀事件 杨素都是在那推一波助澜 他让我把儿子都剪除掉了 然后他的权势借此上升 我们俩到底是谁在利用谁 是不是我身为皇帝 倒给他做了嫁衣裳 那君臣关系是完全颠倒过来的 所以这样想了之后 隋文帝就觉得良皮所说的 臣子不能作为作福 一旦作为作福 对国家不是好事 这个观点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不仅是可以接受 而且是和他的内心是极端吻合的 那接受了这个意见 他怎么处置良皮 那就不再处置了 从监狱里放出来了 那良皮放出来了 杨素怎么样呢 隋文帝对杨素的印象可就发生改变了 根据隋书杨素传的说法 就是上见书记者 从此之后 隋文帝对杨素就慢慢的疏远和猜记起来了 那怎么样的表现叫做疏远和猜记呢 隋文帝就下赤说 溥业国之载府 不可公亲戏物 但三五日一度相声 评论大事 溥业呀 你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大臣了 你怎么能去操心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呢 以后你不用每天去上班办那些小事了 你三五天再上一回班 有大事你管一管就可以了 这叫什么呀 这叫做外事忧宠 十夺其全 你想国家哪有那么多大事要办呢 人的权威是怎么奠定起来的 是从日常工作中奠定起来的 现在隋文帝等于剥夺了杨素 办理日常事务的权利了 都剥夺了他上班的权利了 三五天你看看就可以了 那实际上他真正能管的事情就很有限了 这是从杨素手里收权 凉皮的谈劾 让隋文帝对杨素警觉起来 开始逐步削弱他的权利 但是权利本身是固定存在的 事情也总是要有人做 要想保证国家的正常运作 还要把从杨素手中收回来的权利 再分配给别人 那么现在隋文帝找谁做新的依靠对象呢 那我们刚才讲隋文帝到晚年是谁都不信 有三大优点隋文帝很看好 第一个优点 柳树他出身于河东柳市 那是高门大族 社会影响力是有的 另外呢 柳树这个人文质彬彬 在朝廷里印象也不错 这是第一个优点 自身素质较高 第二个优点是什么呀 柳树年轻啊 三世出头 没有什么功劳 没有什么业绩 所以要是提拔他的话 他一定会乖乖的听隋养隋文帝的话 会乖乖的以隋文帝的马首示战 他不会事功自傲 第二个优点 第三个优点 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优点 柳树取的是隋文帝最喜欢的那个女儿 叫兰陵公主 隋文帝和独孤皇后 这一对夫妻啊 一生生了五男五女 最小的女儿就是兰陵公主 小名就叫阿妩 那我们知道 小女儿按照我们日常的感情 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得父母宠爱的 何况这个兰陵公主自身素质确实高 给父母争气 她可是上了隋书列女传的人物 按照列女传的记载 蓝陵公主是什么样的人呢 美姿宜姓婉顺 好读书 长得很漂亮 而且性情温婉 而且还喜欢读书 是一个知书达理 谨守辅导的人 那这个让提倡道德的隋文帝 非常的有面子 所以呢 宠贯助女 在所有的女儿里最喜欢蓝陵公主 那么既然喜欢这个女儿 爱乌吉乌 就连女婿柳树也一块喜欢上了 那这个时候呢 要削弱阳素的势力吧 就开始提拔这个宝贝女婿 怎么提拔 隋文帝让柳树当吏部尚书 后来又当兵部尚书 同时参长机密 就等于说做了隋文帝的机要秘书了 而且呢 在朝廷里还有力部尚书兵部尚书 这样高的权力 那就等于成了宫廷和朝廷之间的一座桥梁 那问题是柳树上台对杨素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大大的不利呀 为什么呢 因为兰陵公主和柳树这一对夫妻跟杨素都有过节 有私人恩怨 那我们先看兰陵公主 她一个公主跟兰素能有什么恩怨 兰素逼死了兰陵公主的第一任公公 兰陵公主一生嫁过两次 第一次嫁的人叫王凤孝 王凤孝的父亲是王仪 那是隋朝初年的一个重臣 王仪本来年轻的时候跟隋文帝是太学同学呀 后来隋文帝改周为隋 王仪也是帮过大忙的 所以呢隋初就官至大司徒一品官 同时呢还跟隋文帝结成儿女亲家 只可惜呢 这段美满的婚姻没缔结多久 王凤孝就因病去世 兰陵公主就成了寡妇 当时多少岁 不超过13岁 不超过13岁啊 按照我的算法应该是在11到13岁之间就做了寡妇 那这么年轻就守寡 公公王仪啊 也看着挺不忍心的 所以呢 就给隋文帝打报告 上书 说呢 兰陵公主啊 就不要守治三年了 少守一段时间 守一年就再嫁了吧 不要耽误了孩子 这是不是一份好心呢 是一份好心 没想到他这份上书一上去 马上就遭人弹劾了 谁弹劾他 当时的御史大夫 杨素 杨素说王仪这是什么行为啊 这是不知礼数 败坏命教 一个妻子给丈夫守洁 就应该是守三年 一天都不能守 你怎么能怂恿公主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也知道 隋文帝当时正在努力提倡名教 一看见这个弹劾 觉得亲家很不给自己长脸 所以呢 就狠狠的批评了王仪的 那王仪也觉得很没有面子呀 我本来是好心 结果当成驴肝费嘛 所以呢 就心灰意赖 从此整天宅在家里 那你一般的宅在家里也罢了 他宅在家里的同时还干什么呀 发牢骚 发牢骚还不算 在寂寞的时候 他请人给他算命 这就糟了 你是一个重臣 又是外戚 跟皇帝是儿女亲家 然后你再发牢骚表示不满 然后你再算命 你想干什么 这就触犯了皇帝的大忌了 所以在开皇五年的时候 隋文帝就干脆把他赐死于家 让他自尽了 这是隋出简除功臣的一件大案 那么王仪被赐死了 蓝陵公主是什么感受 这个史书是不可能有记载的 但是我们猜啊 蓝陵公主对这个公公没有坏印象 那么对于间接逼死公公的杨素 就应该没有什么好印象 这是说蓝陵公主和杨素 那柳树和杨素之间有什么过节 这个杨素啊 曾经奚落过人家柳树的爸爸 这又是这么回事 其实杨素跟柳树的爸爸 那是一代人 两个人之前做官经历也很相似 只不过在隋文帝改周为隋的时候 柳树的爸爸和叔叔呢 是属于那种比较老派的人 比较坚守道德原则的人 就没有表示支持 因此呢 在隋朝初年 他们在官场上就有点不得志 就给放到外地做官去了 而杨素呢 一开始心思就比较活络 政治立场就比较明确 所以隋朝建立之后就在中央做官 那我们知道隋朝啊 包括唐朝前期 是重视中央官 轻视外地官员的 所以呢 杨素就在啊 两个柳家人面前沾沾自喜 他很轻狂嘛 那有一次呢 隋文帝就赐宴 啊 召集大臣一块吃饭 正好柳树的爸爸还有叔叔 还有杨素都在 老朋友凑到一块了 杨素呢 就跟人家戳上俏皮话了 说什么呢 他说 二柳俱催 孤阳独送 你看 过去你们像两棵柳树 我是一棵杨树 咱们站到一块 曾经是肩膀一样平的吧 现在呢 你们这两个柳树都完蛋了 我这个钻天阳 可是真的钻到天上去了 这话呢 真是 就是一个俏皮话 问题是 确实很轻浮 很伤人心 所以人家柳树的爸爸 一言未发 那一言未发 这个宴席也就不欢而散了 从此 杨家和柳家 在心理上 就有这种不平感了 那现在柳树当权呢 和兰陵公主 两个人关系又好 兰陵公主跟杨素也有过节 柳树跟杨素也有过节 那当然 杨素的日子就不会好过了 柳树怎么样不让杨素的日子好过 根据史书记载呢 柳树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当众折入杨素 举个例子 柳树当时是吏部尚书嘛 杨素是尚书生做溥业 两个人是在职位上是上下级关系 那按照道理 柳树有任何的决策 都要经过杨素的批准 那如果说他做出的任何决定 杨素认为不行的话 可以发回来让他重新修改 让他整改 可是啊 这个柳树呢 偏偏不买杨素的账 每次杨素审查出来 他写的什么报告有问题的话 把他驳回来 让他整改 人家柳树都是坚决不干 不仅不改 而且直接了当的对使者讲 欲溥业到上书不肯 请你转告杨溥业 说我柳尚书不肯改 那我们知道杨素是何等心高气傲之人 柳树这样对他 他也是要活活气死 可是气死也没有办法 他知道柳树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背后有隋文帝在撑腰 那就这样 一边是收杨素的权利 一边把杨素的一部分权利放给柳树 一收一放之间 原本在开皇末年叱咤风云的杨素 在仁寿年间气焰就低了不少 人也捏了不少 那我们也知道开皇末年 杨广独孤皇后和杨素 那是三位一体的关系 杨广能够当上太子 全败独孤皇后和杨素利应外合所赐 那现在呢 独孤皇后去世了 杨素又受到猜忌了 这两重因素加起来 对于太子杨广的打击可就太大了 那我们知道杨广当上太子并没有太久 当时才两年多 而且前太子杨勇被废 理由又不是特别充分 所以这两个因素呢 使得杨广的这个太子基业 本来就不太稳定 是非常需要独孤皇后和杨素两个人 扶上马再送一程 可是现在呢 这两个支柱一死一伤啊 马上这个杨广这边的实力就大大下降 前太子杨勇 前太子杨勇怎么样体现出实力牌头来了 三方面的表现 第一方面的表现 杨勇开始不甘寂寞了 整天哭着喊着要见隋文帝 要给自己明远较去 那我们知道当年太子杨勇被废之后呢 隋文帝就让新太子杨广看管他 把他给关到东宫里了 独孤皇后活着的时候 杨勇一直是挺老实的 也不说什么活着就是了 可是呢 独孤皇后一死 杨勇就不安分了 整天说我有冤枉 我要见爸爸 就要求自己的弟弟新太子杨广 给他安排一次和皇帝见面的机会 那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杨广肯定不干呢 不干 那杨勇心里急呀 怎么办呢 有一次啊 他就得了一个空子跑出去了 爬到东宫的大树上去 对着隋文帝的寝宫就大喊大叫 又挥胳膊又挥手绢的 要希望引起隋文帝的注意 东宫和皇帝的寝宫距离不太远 隋文帝还就真听见了 听见了就看呢 杨勇爬在树上 对着他大喊大叫 听见喊 但是听不听那种 怎么办呢 正好这时候杨肃在身边呢 隋文帝就问杨肃 说杨勇在那喊什么呢 那大家知道杨肃也是这个事情的 直接当事人啊 所以他灵机一动 赶紧说 我听说杨勇最近疯了 整天没事就上树 一到树上就大喊大叫 别说您在这听不清 您就在树下 也听不明白他喊什么 那好隋文帝一听 这样啊 摇摇头谈谈起算了 也就没去管这儿子 那等于说这事有惊无险的过去了 不过尽管如此 杨广还是着实的担心了一把呀 那杨勇这贼心不死啊 以后一定严加看管 再也不能让他上书了 这是一个表现 那第二个表现 不仅杨勇本人开始名冤教区 在朝廷的官员里头 也有人替杨勇 还有高炯喊冤了 谁呢 贝州长使裴素 裴素先替高炯命冤 说高炯那是天挺英才 就是要辅佐陛下来管理这个国家的 可惜被小人嫉恨 所以落得那个下场 希望陛下念他的大功 望他的小过 还让他重新回来为国效力 这是讲高炯 接着又讲废太子杨勇和废数王杨秀 说这两个人 陛下已经把他们贬为庶人很久了 应该给他们一条改头换面自新的道路 那你不能永远把他废为庶人 依我之见呢 应该给他们封一个小国 让他们慢慢干着看 如果干得再好 还可以再提拔他们 那大家想 这种话要是放在高炯刚刚被贬为庶人 那两个皇子就是杨勇和杨秀 刚刚被废除的时候 谁要敢这么说 那一定是砍头的罪 可是现在呢 裴素这么说 隋文帝不仅没有砍他的头 反倒很感慨的说了一句 裴素忧我家是 此意 智诚也 裴素 这是替我操心我们家的事啊 这是很诚恳的人啊 不仅没有杀他 还把他招到朝廷里来 跟他谈话 那这一谈话 可又把杨广给吓坏了 父皇这是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心思又活动了 是不是杨勇和高炯他们又要复辟呀 这是第二个表现 那第三个表现 其实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隋文帝当时的新妇 他的驸马 也是政治上的后起之秀 柳树 他跟前太子杨勇的关系很铁 但是跟新太子杨广的关系不好 他们俩怎么关系又不好 还是因为柳树的婚姻问题 当年蓝灵公主想要再嫁的时候 那也是精挑细选的 万里挑一 选中了两个候选人 一个当然是柳树 另外一个是谁呢 是这个杨广的小舅子 也就是萧妃的弟弟 叫萧畅 都是贵族公子哥 这个人品 长相什么的都不错 隋文帝也觉得不知道选哪个好了 怎么办呢 挑花眼了 那就广泛征求意见吧 征求到杨广这 杨广当然希望自己的妹妹 嫁给自己的小舅子 这才是完美的政治联姻 所以呢 就拼命的替萧畅说好话 那我们也知道杨广这个人 是属于蛇灿莲花的人 他这么一番话呢 说的隋文帝很动心 而且当时还口头许诺他了 可是征求完杨广的意见之后呢 隋文帝又去征求一个术士 叫维鼎的意见 这维鼎是何许人 那是当初预言过隋文帝能当皇帝的人 隋文帝很信任他 征求他的意见 维鼎怎么说呀 维鼎说呀 畅当封侯 而无贵妻之相 树亦通显 而守卫不忠 说萧畅这个人呢 是可以封侯的 但是我看他的面相不该有一个高贵的妻子 那柳树这个人呢 以后也是官做得很好 可是我看他的面相 好像那官做不到头呢 那大家一看这个维鼎在倾向于谁呀 看起来他把两个人都贬了一顿 谁都不行 可是实际上仔细分析分析 他是倾向于柳树的呀 因为他讲萧畅从面相上根本就不该有一个高贵的妻子 他也不会给妻子带来什么好处 这是本质上的否定 而柳树呢 只是说他的官位不到头 那隋文帝一听这话就放心了 说我是皇帝呀 让谁当官是我说了算 我让他到头 他就能到头 所以呢 就把公主最后嫁给柳树 那就因为这样一番周折嘛 无论是柳树对杨广还是杨广对柳树 那就都没有好印象了 柳树对杨广没有好印象 相反对杨勇倒是很不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柳树当的第一个官就是太子杨勇的亲位 两个人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 那现在柳树在尽忠办事 整天跟着隋文帝会不会替杨勇说话呀 这也是杨广的一块重大心病 那就这样呢 因为独孤皇后之死吧 隋文帝的这个政治路线呢 就变得动摇起来了 朝廷里就出现了很多变数 这个变数呢 有一个共同的指向 那就是朝廷的势力好像要重新洗牌 太子之位也重新变得不稳定起来 这让杨广非常紧张啊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 在这种心境之下 杨广怎么办 杨广啊 就偷偷的找到了给独孤皇后占卜墓地的一个大臣 当然也是一个术士 叫萧吉 跟他说呀 功前称我当为太子 竟有其言 终不妄也 金补山陵 勿令我早立 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 说您当年就预言我当太子 我果然当了 所以我非常信任您 现在呢 既然我爸爸把啊 给这个母亲独孤皇后占卜山陵的事情交给您办 我希望您替我留心一下 选一个好地方 让我早点接班当皇帝 这话什么意思 说白了 就是你给我选一个地儿 把我妈埋进去之后 让她赶快也把我爸招呼过去 那样我就早点接班 这话说的很露骨啊 那么萧吉怎么回复啊 萧吉说呀 后四载太子玉天侠 你放心 我保证给你妈选一个地儿 让她把你爸叫过去 四年之后 你就能够当上皇帝 那么萧吉是否有这样的本事呢 孙文帝到底在什么时候 以什么样的方式 结束自己的一生呢 请看下集 文帝之四 人寿四年 一代英主隋文帝 走完了他六十四年的人生历程 封于人寿宫大宝殿 他除了留下一个伟大的帝国以外 还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那就是隋文帝是怎么死的 他是正常死亡 还是被人谋杀 谋杀他的人会是谁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大随风云上部第二十八集 门帝之死